如果你手上有这样的投资的时候 通常我的做法一定是 看着这个锁单的数量 看着这个锁住单子的数量 决定我要不要卖 如果很多锁很多 那就不要理他 如果锁不住还打开 然后呢委托卖出的单很大 那我一定会先卖一半 我一定会先卖一半 因为隔天可能还有高价 或是隔天他可能会破五日线 就是技术线形的五日线 所以呢像这样的东西的话 那你一定是先卖 可是呢我会先卖是因为我早就买了 那我早就买了是因为 人家都会跟我讲消息对不对 说哎呀那个地方呢要卖了 然后哪个建设公司在整合 所以呢这些整合的资料 人家跟你讲 你要去查证说 他讲的是真的还假的 他讲说来我士林官邸在台火有一块地 这个是台火的财务报表 他说呢我们的土地有几平 584平 我后来又买了60平总共这么多 我如果把它卖掉的话 那现在的价值是这么多 所以我就可以赚这么多 在财务报表上的资产都有了 这就是这些研究员在做的事 可是呢如果各位真的要投资 真的要找到一个公司 人家跟你讲 讲的消息你还要回过头去这些资讯 这些东西就是这些电脑里面的资料 你要找到对的是他讲的没错 就是double check 那这个double check如果你觉得 诶对那一张八千块一万块 我就跟他赌赌看 所以呢我当时呢也买了一些些 可是呢当他变成消息出来的时候 我一定先卖一半 留着一半明天卖 这个就是经验 因为我从民国73年1984年的时候 在台大大一的时候就开户做股票 所以还是有一点经验 也是有缴过郭安荣的学费 郭安荣事件的这些学费 OK还有我常在骂这些公司老板 梅良心叫无产阶级专政 为什么他们无产阶级专政 因为他们的专机 他们的费两支都是银行赚钱买 赚钱要贏吗 很多口诈人说赚钱不一定会贏 因为全民会买单 所以为什么阿扁当时的金融重建基金 花了我们四五千亿 去帮陈友豪买单 去帮王佑珍买单 为什么 因为银行欠钱不一定要还 所以这些人都很懂得银行借钱不要还 所以包括孤政府的股票 包括他旗下中信金的这些股票 他有六万张 他有六万八千张 有六万四千张拿去质押 他有六万六千张 有六万三千张拿去质押 他有一万兆的股票 他有九千四百张拿去质押 银行 这样子他有没有事 没事啊 那个两岸打起来他也没事啊 金融风暴他也没事啊 对不对 政府倒了他也没事啊 这些有钱人大部分都这样子 所以呢 他们家的质押很少低于百分之九十 这种公司在上市公司里头多不多 很多 可是各位有没有去看过 没有 你们从来不会去看说 啊郭台银好人耶 郭台银的鸿海有没有拿去质押 就是大家就可以上去看看 他的股票持股有没有拿去质押 那像这样子的孤家 给大家看 这样的孤家 他不一定要拿去中信金押 他可以拿去富邦押 他可以拿去别家银行 因为我自己家里有银行 大家好来好去 所以这些银行家都是这样 结果你看 所有的董监市93% 我做公司的丹杆数 我的持股已经很少了 但是我的股票都拿去质押 很少 那如果金融风暴 政府党 没我的事 这就是我们的 这个 这个 做专机 从日本红火案回来的孤家 OK 那其他的大概就不用讲了啦 其他的这些 阿萨布鲁的这些公司的状况 这是香港的 如果说他到香港去的话 香港的香港news 香港的那个上市公司的资料 然后包括Bloomberg都一样 就是有些是国外的 上位上市的部分 我也不要不要说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一定要跳快一点 剩下给我一分钟 好剩下的就是财讯金周刊 财讯金周刊呢 就是早上美美有跟大家提过 比如说我要了解赵腾雄 我赵腾雄所有在媒体上 所有录出过的资料 从他更早更早以前 我被赵腾雄骗得了30年吗 厂办支付 然后这是我写的 迎见纠纷大王 再多官司赵腾雄也不怕 之类的 这些都是旧的过去的 那另外呢 中史联合也都一样 中史联合也都一样 我实际操作给大家看 来比如说这个叫夜市文 然后呢 所有日期就是民国50年到现在的夜市文 那夜市文打下去之后 来夜市文呢 什么还有犯行为曝光啦 然后呢 大家看 比如说他的花公堂雇用 花公堂雇工有私用 被判三年四个月 什么时候 1996年 所以我刚刚不是讲说 那个吴智障说他不知道 他过去干过什么事吗 电脑就能拿去改工 他过去做过很多坏事 那那个智障都不会 OK 比如说就这篇 来 花公堂 详细的资料 有谁有谁有谁 然后那个人是谁 全部都有 全部都有 好 比如说 蚂蚁男去当枪手 去当枪手 1968年 零国57年啦 这已经是 这已经是四十几年前的事了 四十几年前了 当时有多少的人去当枪手 蚂蚁男呢 在不起诉 处分名单上 有谁谁谁谁谁 这一票呢都是共犯 可是没有被起诉 这为什么我们敢讲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都有嘛 除非说你没有你去跟报社 澄清说不对 这个我没有干过这个事 OK 好 中时也都一样 接下来呢 这个是 口卡啦什么 就是说我跟大家讲 如果人家缺你钱 如果人家欠你钱 那你一定要去法院 执行他的一个 假扣押支付命令 用这个支付命令 花五百块 去财税资料中心 这个叫财税资料中心 个人企业 就是财税资料中心五百块 就可以把 比如说 连占 假扣押 周育寇的房子 他怎么知道周育寇的房子在哪里 因为周育寇有一个裁定 要付他两百万 广告费 他呢 就拿了这个法院的裁定书 或是支付命令 跑去财税资料中心 把周育寇所有的财产列出来 所以我们有一个朋友叫温森 他呢 他也被 他也被连占扣押 到现在 他的银行账户 他的房子 他所有的东西 他名下是零 为什么 因为只要有任何一毛钱 连占都会把他扣走 就是我们的温森大哥 同样一个 卢家诺洗钱案的官司 好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 也是一个 未来如果我们有机会去管理这个政府 我们要这个政府做一些公开 做一些真正对得起社会大众的事情 不要把我们的钱不当钱看 就是很多人在做基金 对不对 好 那你可能就会把这个基金啊 保德性什么什么基金 他的规模是多少 他的金额是多少 那他的这个起算日手续费什么 然后基金经理人是谁 这上面都是公开的 来讲说政府为什么会作弊 为什么会有弊端 因为他的资讯都不愿意公开 所以呢才会有上下其手的空间 所以你看哦 像这档基金 我买了多少的中钢 我买了多少的台积电 我买了多少的国泰金 都有都有 可是请问各位 潘世伟在管我们的劳退基金 在管我们的劳保基金 我们有六千多亿在他手上 他去买了什么 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赔了多少钱 OK 好 所以呢 他的这种做法 我们的政府基金的做法 就像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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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有一个人说 国外有一个东西叫手遇中国 有一个美国汽车贷款 好好赚哦 你们不赚是你们笨啦 这个一年就可以赚50% 结果呢 你可能第一年或第一个月赚到了 就很像那个 就很像那个 那个高凌峰 他说 厦门那个投资一个月有20%的利息 结果他拿了三个月的利息之后 三千多万就被倒掉了 好 那这个也一样 就说 你买这些所谓的不对的基金 什么 美国博斯汽车贷款基金 手遇中国基金 他只要不在 不在这个国内基金 海外基金 金管会 控管 你查不到的都是非法的 这些非法的 如果有一天 我们的调查局 去办了这个管理公司说 他非法卖基金 那你们的每一毛钱通通都拿不回来 这家人都拿不回来 所以呢 我们一个政府要管理这些东西要做到对的 你就是要让大家看得到类似像这样子的清清楚楚的资讯 所以你看我们的政府经理人背信炒股 投资人产赔 我们的劳保劳退 所有的这些人拿了我们的钱去玩这些游戏 就是因为他们都不愿意把这些东西公开 所以我只是用这个例子来告诉大家说 有一天我们来当家管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就定期公开 我就定期的让大家来检视 我买台积电就买台积电 我买红海就买红海 来共同炒作 就说我觉得为什么买这些东西是可以交代的清楚的 这个才是大家的钱 然后没有弊端的管理方式 否则的话 永远类似像这样的事情 从来都不会断过 因为我们的政府都在做一些 不愿意对社会大众交代的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先讲到这里 那以后有机会有进阶要 等一下 你们说要看那个我查的资料对不对 回过头去看我的档案 我跟各位稍微秀一下说 有些人啦 比如说叫我查说 这个人干过什么坏事 这个人 这个人呢 他以前搞过什么飞机 有什么的新闻的 这个叫AB党 来 比如说我的AB党里头有郭冠英 有陈建慧医师 有谢如森 有胡宗贤 有张玉能 然后呢 反正就类似像这样子 来 我们用陈建慧医师好了 突然有一个人叫陈建慧 他在当医生 那很多人跟我说 你帮我诊断一下这个人好不好 好不好就是他所走过的痕迹是什么 那我必须要知道说他干过什么事 对不对 好我简单的我们用跑得快一点 因为只有半分钟 来 他的公司叫沃康达生计 公司负责人不是他 登记在这边 好可是呢 他有一个房子 他有一个房子在昆明街 然后呢昆明街 那这个房子呢 在89年买的叫陈建慧 可是他的登记就在这边 好结果呢 来再往下看 这个房子呢 在今年的四月份的时候 慢一点 重新去南山人寿保险保多少 也就是说 这个房子的资产 净资产到底还有多少 他在和平医院当过门诊 有人去看他的婚前健康报告 告诉大家说 哎呀这个陈医师怎样怎样怎样 陈医师跟他做了什么婚前健康的报告 后来呢 他说他帮他做X光检查 结果呢 这个陈医师就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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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就说 OK是我先生问他啦 好反正他呢 就把陈建慧医生跟他的互动 在网路上 在所有的这些资讯里头 也写了一些 他说这个医生怎样怎样怎样 好这个大家就可以稍微 因为你要跟他有关系 你就会看清楚 好你就觉得说这个人如何 再来呢 后来我还查到说他有一个博物什么 艾瑞伯密码生物科技 好那这家公司呢 他在里面他的这个陈建慧医师他的学历 好还不错 那他的经历有这么多 有这么多有这么多 有连安诊所有什么皮肤科 那他的专长是什么 是这个什么顺势什么医学 还有什么加医科预防保健抗衰老 所以除了有抗衰老之外呢 他还去做了什么 他做了医美 医美什么抗癌啊 什么这些东西 那再来呢 这个抗癌之后呢 你看他主打的都是抗癌 抗癌之外呢 来来来抗癌 然后抗癌之后呢 你看他就是这些相关的资料 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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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等一下 所以呢 这里他在做一个东西叫优化干细胞 那优化干细胞有一家公司叫新品生物科技 那新品生物科技 他们呢有一票共同的人 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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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干细胞有这些人 这里头刚好有一些我认识的 所以呢 这个陈建惠 45岁什么什么什么 相关的资料都在这边 OK 之后呢 再来 再来 他还有一个健康诊所在什么地方 那这个健康诊所后来有没有什么一些批评 有 就是这家我刚刚提到的新品生物科技 他说只有 然后呢 他说这些人 这些人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没好停了 差不多了 OK 就说你整个这样子把一个 一个人的data看一遍 这个人是好人 坏人 值不值得信任 你值不值得跟他合作 你自己判断好不好 因为我说过了 报纸上的东西除了日期之外 其他很多东西都不见得是真的 所以希望这些东西对各位来说 在生活上在工作上在未来管理很多的事业上面呢 有一些用处 有一些用处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在一阵媒体达人 所以台湾民政府是要为民怎么样 为百姓什么 所以小心你旁边有美女人 但是她是非常有慈祥慈爱的 我们再次感谢一下 谢谢她 谢谢 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上我的脸书留言说 你想你有什么问题这样子 我的脸书上面就用我的名字 然后有一张大大的我的照片 OK 谢谢 不受时间限制 随时可以上 谢谢 接着这一次 多次的来到我们这里 当他是对台湾民政府 有真正的一种 爱意 我们也再次的鼓励一下 谢谢